一大早機場櫃台前 排了長長圓籠拖著大包小包 提前迎接短午假期 來自蘭嶼的小學生們 準備要去夏威夷 超級興奮 我們要去夏威夷進行這個 就是有參訪行程 還有演出的行程 也算是休假吧 還有人要去巴黎島衝浪 一口氣請了七天假 今年短午假期 桃園機場預估從七號到十一號 總運量將達到六十五點五萬人次 而桃圭公司為了加速通關 還推出升級版的E-GATE 感應護照之後 掃描指紋和瞳孔就能通關 現在有了第四代E-GATE 效能大升級 旅客也大喊滿意 新版E-GATE能同步註冊和通關 不用再另外跑一趟註冊 而以往只有十二歲以上的本國人 和持有外僑居留證的外國人 能自動通關 現在只要十四歲以上 本國人和外國人都能使用 而且四十國語言也能通 時間上也比之前縮短二到五秒 從拿護照感應到人臉辨識 自動通關只要十秒鐘 在經過第一道閘門的時候 事實上電腦已經在 Catch你的臉部特徵了 只要他抓到你的生物特徵 他的門就打開了 我們稱之為行徑間辨識 由於是端午連假 也提醒旅客最好提前三個小時到機場 善用手機和網路報導 加速通關 淘寄公司也將因應人流 提升安檢和餐飲供應 讓旅客出遊便利又開心